温馨提示,是呀,我们又讲 TVB 不合看、不合听,不要浪费时间 留言注意试课,又爆粗又讲政治 玩人身攻击还开了名字,全部禁止 每集留言功能两日后关闭 想讲两句手法有手慢无 飞天爷爷相信闫铭是个乖巧、配合的女孩 她会愿意配合团队,很愿意配合监制的要求 在当中拿一个中庸之道,唱出大家都满意的版本 最牵挂的是我听过闫铭唱过的歌里 最喜欢、觉得她唱得最好的一首 听一次是不够的,我已经弄了N次了 Jiji 的闫铭唱康很有个性 粉丝当然爱不惜手 但不是所有歌迷都会全盘接受 唱康独特的歌手往往是一场赌博 喜欢的人就会喜欢到不得了 同样会有人觉得怪而不喜欢 林子祥、刘美军、王杰、中岛美雪、重任谷游实等等 都是唱康独特指指一家的歌手 但不是所有唱康独特的歌手都一定受欢迎 假如Jiji 要走这条路的话 日后还会有很多事情要面对 例如《闫铭唱康》要放多少呢? 如何运用才可以得到大家的喜欢 又不失闫铭熙呢? 才能出道一年 长路漫漫 还有很多时间去摸索 这方面《非天爷爷》对他很有信心 最牵挂的由陈柏作曲 陈柏跟很多歌手合作过 包括陈奕迅、张敬軒、刘美军、容祖宜、林子祥、陈慧琳等等 现在的流行曲都只专注如何标高音 只要这够高音就代表歌手唱功了得 但忽略了音乐有高有低 今次最牵挂的可以是一个大挑战 开始的时候来了一段不容易处理的正歌 很少听到Gigi的音域和演绎 每一粒音都有气有力去支撑 听到有少少盐色唱康 少少就有提升效果 也把握得很漂亮、很有味道 这次没有了那些很轻很轻的 即是薄如蜆翼的气声 轻重音都恰到好处 高音、假音转得比之前更完美、顺耳 制造对比和层次比过往更有技巧 应该用力上的地方都发挥出功力 整首歌像行云流水一样流畅 留意一下污那部分 Gigi在访问里也提及到 因为没有歌词 所以要更投入、更有感情 编曲加入了大量管缘乐 飞天爷爷很喜欢这种处理 流行音乐和管缘乐本来很匹配 我很喜欢70年代的Disco 其实都融入了很多管缘乐 制造出华丽、紫序金迷的气氛 流行曲配管缘乐可以很华丽、气势磅薄 最牵挂的编曲很温暖 带有大时代的气息 编曲河山真是英记一功 补充一下,免得又被人欺骗我了 之前关于刚刚播出的声声不息 都是管缘乐 为什么不是这么说呢? 玩商标啊? 刚刚播出的声声不息 是贯彻始终的classic 最牵挂的 是加入了流行曲编曲元素的classic 不难分别而已 国语歌 非天爷爷要看歌词了 你三目写得很好 用海、用樊 正好是香港渔港最好的比喻 等你转身过后 长大以后 风吹散雨后 都是香港过往历史的写照 之后熟悉的烟火 会变得更耀眼 更是一份盼望 维港烟火也代表香港 比喻用字相当贴提 加上Gigi 几个美音 有承托力的气声 感情一收一放 唱起来更有感觉 我们的经历不同 我们的血脈相通 这句虽然简单 但听得明白的人 不是太多 香港很多人不明白 内地也有很多人不明白 太多理所当然 这方面真的需要努力 拆开一点 现在很多学校 学生搜查是不需要填籍贯的 只是填写出生地 所以新一代的香港人 只知香港人 甚至很多新一代 连什么籍贯都不知道 都不要再追问他 他的籍贯在哪里 连对自己的认识都不够 怎去认识一个地方 何解是我们的血脈相通 不是单单地理和历史上的事 什么是血脈呢 不要去问医馆局 去问教育局 你自豪的向前走 换回你迷人的笑容 非天爷爷很感动 除了写得好 更加是当中用了自豪 而不是港人爱用的骄傲 这个问题一直被大众忽视 非天爷爷当然 没有那么好的文学修养 察觉出问题所在 是被很多年之前 一篇学者的专栏点醒了 还记不记得 小时候大人怎么教我们 做人不可以骄傲 但现在人人都骄傲 香港人的骄傲 我的骄傲 值得骄傲 还以为不是近年的事 只是大家将这两个字词 模糊了 大家都看过卡通叮当 多拉A梦 其中一句歌词是 小猫也自豪 为你自豪 值得自豪 做人不可以骄傲 骄傲是负面的 结果香港人做到了 骄傲到目中无人 你自豪的向前走 换回你迷人的笑容 希望大家都不再骄傲 是自豪的向前走 换回迷人的笑容 当然 非天爷爷都心知肚明 是回不了头 大家仍然会骄傲 我是不是 你一提 最牵挂的 再说一次 在现时为止 非天爷爷觉得 炎明熙唱得最好 亦是我最喜欢 最满意的一首作品 希望Gigi 一直向这个方向发展 我为你自豪 好 喂喂喂喂 又说TVB 有没有其他东西说的 有 你给我另一个channel 是这样的 非天爷爷 连结就在今集节目 结尾的画面 左下角就看到了 记得订阅 给你的朋友 今集的节目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集见 拜拜